What's up guys What's up guys What's up guys 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安琪 我来自为蒙古 目前在台湾读书 同时也是一位Vlogger 语言是让人在不同国家 同时无组合了解 但对文化的重要工具 为了让我更熟练 使用它 依影片的观看者 有不同的语言组合 我通常使用蒙古话 英文和中文 从开始拍影片后 很多人问我如何学习中文 因此今天 我跟大家分享 五种我练习中文的方法 那我们就开始吧 老师上课要专心听 不管是什么语言 开始总是最辛苦的稀奇 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 因为如果 没有办法通过扣成的考试 我们将会 细出我们的奖学金 像我现在 大师极有 两门课是英文 其他的六门课是中文 上课是我总是坐在前面 避免听不到的 情况发生 有时候老师的解说 或是同学的报告 可能很无聊 但是恭喜你 因为你的中文进步了 可以听得懂他们所说的内容了 图书文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学习每种语言都需要练习 下课以后我总是去图书文练习中文 安静的环境 让我更专心学习 点识纯经 是我很喜欢的语言 只要其次努力 任何事都会成功 我很喜欢看考通和电影 这可以让我放松一下 但是我都会使用中文的字幕 午餐时间 手机是我的好朋友 我可以随时复习 我所学的新的单字 我透过学姐的介绍 先来下乱单发什么摩托 然后才有机会 可以在里面工作学习 我一开始只能做 一些简单的打扫工作 慢慢的也会用中文接待客人 和使用中文的电脑界面 中文字很难 很多字都讲得很像 而且在写的时候很困难 几个月以后 我可以跟顾客说更多话 也会介绍外蒙古是独立的国家 因为我们国家全世界在太小了 很多人不知道蒙古是怎样的国家呢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我喜欢喝金珠奶茶 在等待的时候 我都会派一些他们的菜单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字 看不懂 台湾的金珠奶茶很好喝 跟同学有良好的互动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像高中老师所教的东西 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们 我最喜欢看电视了 我常看台湾的电视节目 魔法他们的说话 就像是小孩子 一开始学语言也是模仿大人说话的方式 除了电视也可以使用网络 像是 YouTube Netflix 等等 超级推荐Netflix的 因为一定有中文的字幕 这次分享我的学习过程 让你们知道 并不是只有你们 觉得中文很难而已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有志着系进程 我下一个叫中文的影片 会解释是什么意思哦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你们的 感谢你们的收看 再见